印度發現新的變種新型冠狀病毒 衛生部說在全國18個邦 收集過萬個新型冠狀病毒樣本 其中在西部馬哈拉斯特拉邦 發現全新雙重變異的病毒株 傳染力較高 現在在那裡有一成半至兩成的病例 都是感染了這種雙重變異病毒 衛生部也未能確定 這個變種有沒有導致 當地或者其他邦的疫情急性 印度星期三新增4萬7千多宗病例 是去年11月以來的新高